再来看到一场展览 宜兰国中美术老师黄雅荣、黄玉文、陈慧举还有张俊雄 四人创作的风格都不同 但也首度联手举办了异议四人连展展览 将要在文化中心一楼展览室 展出到11月18号为止 期待能够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因为不想在人生中留下来不及做的遗憾 宜兰国中四位美术老师黄雅荣、黄玉文、陈慧举跟张俊雄 首度联手举办展览 取名为妹夫异议四人连展 而妹夫有国台语的双重意义 国语是指一起来看展 台语则是怕来不及做 也因此有了这次的展览 其中黄玉文擅长版画 而张俊雄是以水墨胶材建成 透过连展不仅分享自己的生活记忆 也可以满足创作的成就感 那这一张作品是他年纪很大的时候 所画的作品 他在我们学校待了22年 那一只狗活22年是很久的一个岁数 那就在他即将走了前一个礼拜 突然心急一个念头想要画 所以就在前一个礼拜拍了一些他的资料 然后在他走了之前把他的作品完成 然后变成是这件作品是我们学校所有私生的一个共同博弈 所以我的作品是希望表现出小镇曾经存在过 然后是我们依然合作私生的一个共同记忆这样子的画 也希望代表大家回忆跟一种宁静的气氛 其实教书已经十多年了 那从学校美术系毕业之后呢 其实在教育的现场上 里面其实创作机会很少 那很多时间呢都是为了学校的一些活动啊展览 然后在忙碌着 记得这次的展览呢 虽然时间非常的短 但是如果你时间没有订出来 这个想法就永远没有实现了 所以我们就订了这个私人演讲的考试 然后彼此播出的把自己的作品做完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最珍贵的是除了作品的本身之外 那美术老师还用自己的空障 带自己的教室 就是埋头去思考怎么样去完整自己的作品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珍贵 联展取名为异役带了四个人创作风格强异 辰绘局主攻水彩 黄雅荣则是爱电脑绘图 以线性手绘 他们从事艺术教育十多年 这次展出的作品不仅述说他们生命的历程 也留下跟家人争备的回忆 从小女孩 然后呢到了少女 到了工作 然后有了家庭 那在生命路程的转换当中 一路从台湾的台南 彰化美国的Georgia 然后回到了基隆 彩新装然后展爪结婚 来到宜兰的生命的记录 那这一些其实点点滴滴都是在片段的时间里面去收集 对这个自然界的感动 那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去完成这些作品 可以画到是件幸福又开心的事情 那也很开心可以把这种感动 然后一直在走下去 那欢迎你来这个展览 然后去看这个生命的痕迹 那这张画呢是我画到一半休息的时候呢 我的小儿子呢就拿起我的画笔 然后在我的画面上呢涂了几笔说 我来帮你画 那虽然呢变成画面上的一个 看起来像是过瑜的东西 但是后来呢我就把那个 那个他夹的那几笔呢 画成一颗扭扣 然后呢结果就使了我的画面 看起来就更生动更丰富 然后也让这个画面呢有一个小故事 然后那颗小特子就好像是 我的小儿子一样依偎在我的旁边 所以看到这一张完成的 最后完成的作品是更加的喜乐 之常由宜兰国中四位美术老师 共同推出的《妹夫意义四人连展》 从现在开始在宜兰文化中心的 一楼展览室展出到11月18号 总计展出40多件作品 而四位创作者 期待透过多元作品的展现 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